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赵丽颖携芯片桥妍的心事冲击票房,却被指涉嫌灌水。 在2024年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年份, 赵丽颖如同璀璨的明星般闪耀于中国娱乐圈。 凭借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荣获两座侍后,以及芯片第20条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 赵丽颖正朝着影视三大奖大满贯的方向全速前进。 然而,与她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 她与芯直磊合作的芯片桥妍的心事,在票房方面却爆出灌水一云, 引发了观众与网友们的热议。 2024年对于赵丽颖来说,无疑是丰收的一年。 她凭借《风吹半夏》摘得中国飞天奖和金英奖两座侍后,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而在芯片第20条中,她饰演的郝秀萍再度赢得观众的认可。 使她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荣誉。 如今,她又入围了中国金基奖最佳女配角。 距离实现中国电视、电影三大奖大满贯仅一步之遥。 这种飞速发展的成就离不开她的努力与坚持。 从早期的流量小花到如今的演技派,赵丽颖展现了极大的转型潜力。 在接受采访时,她曾表示,演员的职责是通过角色传达情感,令观众产生共鸣。 而她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,选择更具挑战性的角色,力求在演绎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。 然而,赵丽颖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。 与辛子蕾合作的影片《乔妍的心事》自上映以来,尽管在首周票房突破人民币7685万, 却也伴随着票房灌水的争议。 有人指出,这部影片的票房数据在深夜时段出现了异常增长, 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存在人为操控的可能。 根据网友的监测数据,乔妍的心事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的票房增长幅度惊人。 尤其在凌晨4点达到33.6%的增长。 此现象引发了公众对票房灌水行为的质疑。 部分网友评论道,深夜谁去看电影? 这数据怎么看都是不正常。 对此,部分粉丝出面解释,称这种现象是因为影迷与影院合作,包场凌晨场次已提升票房。 然而,这种解释并未消除争议。 许多人认为,包场并不等同于真实观众入场观看。 尤其是在深夜进行的幽灵场次,无疑让票房的真实性受到质疑。 在讨论票房问题的同时,不能忽视赵丽颖与辛子蕾的荧幕合作带来的积极影响。 二人共同出演的乔妍的心事,通过精湛的演技展现了女性情感的复杂与深邃。 赵丽颖在片中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而辛子蕾也不甘示弱。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对决,令这部影片在艺术价值上获得了认可。 在乔妍的心事中,赵丽颖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。 她不仅在演技上展现了突破,还为角色注入了丰富的情感。 粉丝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在影片中的精彩片段。 赞叹其演技大幅提升。 有评论称,赵丽颖的哭戏让人泪目,演得真是太好了。 辛子蕾在片中的表现同样不容小觑。 作为赵丽颖的搭档,辛子蕾通过自然的表演风格与角色的真实感。 让影片更具感染力。 观众对两位女主角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,认为她们的合作为影片增添了不少亮点。 随着票房争议的不断发酵,观众的声音也愈加多元。 虽然许多粉丝表示支持赵丽颖,认为她的努力和才华值得认可,但也有不少人对票房数据表示疑虑。 网友们纷纷发声,要求透明的票房统计和合理的市场监管,以维护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。 在社交平台上,关于乔妍的心事的讨论热度不断攀升。 有人认为,这种票房操作对电影的真实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,也有不少人表示理解。 认为影迷为了偶像愿意付出是情理之中。 最终,这场争议不仅关乎票房,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一次深思。 尽管面临票房争议,赵丽颖的事业依然在高歌猛进。 未来,她有望继续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自己正在筹备新的项目,希望能够挑战更多类型的角色,力求在演绎道路上不断前行。 赵丽颖的成功,除了自身的努力外,也离不开团队的支持与市场的机遇。 她的转型之路给了许多年轻演员以启示,说明了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。 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坎坷,赵丽颖都将继续向前,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在2024年的娱乐圈,赵丽颖无疑是一个耀眼的存在。 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演技与实力,获得了无数观众的支持与认可。 尽管乔妍的心事的票房争议令她面临挑战。 但相信凭借她的实力与努力,未来仍将有更多辉煌的成就等待着她去创造。 而对于观众而言,保持对电影的热爱与理性的判断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真相与虚假往往难以分辨,但只要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每一部作品,就一定能找到心灵的共鸣与感动。 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,明星的光环背后,也有无数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。 希望她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继续发光发热,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大雨 大zony 大山 大泥 大粒